听闻对方叫出自己名讳,无魂长老豁然睁开双眼,他颇有些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青年。 你这小杂种居然没死。 还没杀你呢,我怎么会死?老元,给我杀。 话音刚落,视天魔元便骤然暴起,体形意识瞬间暴涨百丈之军。 那蕴含雷霆之力的剧长,带着崩塌的空间朝躲闪不及惊慌失措的无魂倒折拍落。 不! 参叫声里,视天魔元一掌便将神魂一重的无魂倒折拍得焚身碎骨。 无魂倒折的神魂刚从碎骨里钻出来,便被视天魔元捏在了两根手指之间。 谭月,别杀我,求你了。 不杀你,难道老子还等着你派人来杀吗? 等着你这老东西亲自动手杀我? 实话告诉你,紫燕的功法是老子给他的。 你这个老东西,竟然为了得到功法而打他? 你这个老畜生,去死吧。 老元,灭了他。 谭云话音刚落,殿外忽然传来一声怒吓。 大胆妖元,快放开二十六长老。 一名看似八旬的驼背老者出现在仙谷之中,他浑身喷涌着滚滚杀意,释放着神魂五重的气息。 此人名叫孔高祥,乃是二十五长老,平日便与吴清泉死教颇深。 今夜前来,本欲找吴清泉闲谈,未曾想,竟撞到妖元正对吴清泉出手。 吴魂倒着温言,仿佛抓住救命稻草。 孔兄,快救我! 不显地莫怕,为兄来也! 孔高祥,苍老的声音响起,一并飞剑幻化而出,口中振着有词。 化作缥缈身影向殿内迸射之时,猛然隔空刺出了一剑。 当时,一道璀璨剑芒散发着刚猛的金之力和赤红的火之力,洞穿虚空朝谭云和士天抹原刺来。 剑芒所过之处,义方方虚空崩塌,害人至极。 谭云来不及躲闪。 老远,速战速决,想他们都杀了。 是啊,主任。 士天魔猿当即在无魂道者歇斯底里的哀号声中将其身魂一把捏爆。 而这时,面对凌空此来的巨大剑芒,谭云根本无法抗衡佩然而至的余威,口吐鲜血身弱炮弹般朝士天魔猿撞去。 主人放心,永远在。 谁都别想杀你。 士天魔猿左手一招海底捞月将谭云接触。 右掌一番,手持长达百丈的巨棒猛然轰在了剑芒之上。 一阵巨响震撤苍穹,地动山摇。 在孔高祥骇然的目光里,自己那长达三百丈的实质性的剑芒,竟如陶瓷一般寸寸碎裂。 好强的妖元呢! 孔高祥慌忙抽身而退,掠出大殿后凌空而起就想逃跑。 他恐慌万分,自己方才那强悍一剑,足以灭杀炼魂五重的普通修士或是四阶出生期的妖兽。 然而,却被那妖元轻而易举的化解击溃。 他能看出来,四天魔元比自己强太多了,围巾之计只有逃。 孔高祥废弃一千多丈时,拼命呐喊,滚滚音波,响彻方圆千里。 我是二十五长老,救命,有药! 声音戛然而止,却是窜出大殿的四天魔元一棒将他的身躯抽爆了开来。 当五尊神魂从崩碎散落的尸体中幻化而出时,四天魔元凭借超强的弹条力掠上虚空,随之右掌一挥,滚滚魔力便将五尊神魂卷着迅速瀰灭。 四天魔元凌空招手之间,乌黑巨棒陡然变成三百丈之巨。 化作一束乌光射入了四天魔元手中。 四天魔元身体暴涨千米之巨,手持巨棒凌空一旋,俯冲而下,朝五魂仙殿砸去。 五魂仙殿瞬间土崩瓦解,尘土掘地而起。 此时谭云忍住五脏六腑的巨头,右手挥出鸿蒙火焰,闪电般在仙谷中飞驰一圈, 将自己和四天魔元的气息全部焚烧至虚无。 以朝守,孔高祥的乾坤剑便被谭云射入自己的手中。 同时,化为废墟的五魂仙殿内,亦是飞出一枚乾坤剑被谭云取走。 谭云站在四天魔元左手心,立刻穿上龟膝寒伤。 老远,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五魂秘境,记得不要留下痕迹。 谭云还是担心孔高祥临死前的呼救会引来诸多五魂一脉强者。 他有四天魔元在,即便被所有仙门五魂一脉长老围攻,也相信自己能全身而退,但他不能暴露自己和四天魔元,否则,若引来圣魂五魂一脉强者,那可就情势危急。 得令之后,四天魔元浑身磨起陶天,顿时朝秘境出口处飞奔而去。 由于老远的速度着实太快,以至于途中从几名灵魂静弟子身旁一傻而过时,这些弟子只是以为刮过一阵疾风。 片刻后,方才听到孔高祥呼救声的一名长老便赶到了无魂仙虎。 在发现无魂道者的碎尸旁有着一块破裂的身份领牌之后,灯时大惊失色。 领牌毁,人已亡,二十六长老死了。 接着,他瞪大眼眸,浑浊的眼睛里弥漫着极度恐慌之色。 因为他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上,二十五长老的身份领牌也碎了。 那老者只觉得心有余悸,当即连夜找到了首席大长老五魂道人。 细时辉红的宫殿内,五魂道人丁首于连夜召集二十四位长老。 他勃然大怒。 气死我了,气死我了! 就在两个时辰前,我堂堂两位先门长老,竟然被人杀死。 本首席告诉你们,给本首席站出来承认,否则让老朽查出来。 老朽让凶手求生不得,求死不能。 首席大长老息怒我,属下对天发誓,不是我们所为啊。 盯着众长老一口同声,无魂道人摇牙切齿。 好,本首席暂且信你们,现在给本首席都去查。 一定要把杀害吴清泉、孔高祥的凶手揪出来,如此我们还能保全一些颜面。 否则,让其他八脉得知,居然有人进入我气脉秘境,杀了两位长老。 而我们连凶手都不知道是谁,我们将会成为皇府圣宗的削饼。